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的節目 美國股市應該是會 越來越走強的一個架構 因為我在昨天已經 跟你分享過了 不管是稻窮 還是美國的科技股 五波都已經修正完畢了 修正完畢的一個架構 它往上走高的機率相當大 昨天不管是稻窮還是科技股 都開低走高 分枚大漲123點 跟大漲61點 美國股市竟然要開始反攻了 台股昨天為什麼回落到5月18號 長線的缺口支撐 跌了快1500點 跌什麼 跌AA AA的股票輪環下跌 讓盤勢一再的修正 修正來到長線支撐 該買什麼股票 當然不是AA 我講了好久一段時間 你目前佈局中心 就是非AA的 要避開AA 你看到昨天大門重錯 跌AA 一跌下來 融資圓馬上大減28億 因為太多人套勞在上面 套勞的結果是怎麼樣 如果你融資買的 自己不退場 券商幫你斷頭 所以照舊昨天融資大減28億 這是一個好現象 所以在目前的行情 到底什麼股票才是主流 很多人對矽晶圓這個母子公司的 不管是環球金還是中美金 不感興趣 因為感覺好慢 感覺不容易看到漲停板 但是你是我的會員 你是我的觀眾 對照一下 你手中的那些弱勢的AI股票 結論 誰會賺錢 你的AI股票動不動 就跌個兩三成 但是你所看到的這兩檔 母子公司 中美金 今天來到破斷新高 環球金今天已經看到500塊錢了 500塊錢這樣上來50塊了 高下立判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對於環球金的價格 長線的買點在哪裡 跌到452 逢低 乘接 多麼正面肯定的答案 矽晶圓的龍頭 你不敢買嗎 來到那麼便宜的位置 你不敢買嗎 給你好多次的一個機會 上去之後回黨 上禮拜四跌到461 我說越接近452 越可以買 上禮拜四的環球金 沒有人會跟你分析 我敢跟你打包票 跌不疼 娘不愛 大家的一個眼光還是矚目在AI的個股 就是因為講AI的股票 可以吸引你的目光 所以對環球金的一個籌碼面來講 非常的穩定 你們應該都沒有買 有買應該也是一張 所以環球金關鍵性的時刻 我總是跟你帶到 不管是11月4號的452 還是上禮拜四的461 誰會告訴你這是一個買點 應該就只有在下我 人拉你一把的 才是名門正派的分析師 雪中送炭 是不是 所以整個環球金上禮拜四 第二次低接完之後 禮拜五中紅474 禮拜一來到483.5 我給你一個答案 叫做即將再創新高 這個結論有沒有幫助到你一個操作 我說即將再創新高 你以為我隨便講的嗎 之前就告訴過你了 環球金那個大雙底的架構 至少有1比1的一個等距漲幅 所以整個環球金今天已經看到502了 452到502這樣大概50塊錢左右的利潤 很慢嗎 懂沒有 你認為環球金這樣很溫吞嗎 股票講究這個投資報酬率沒有錯 但是你風險有沒有控制好 你那些弱勢的AI個股 如果早點換到環球金 或是換到中美金 你該避開的風險就避開了 接下來利潤證明一切 選對主流才是王道 第四季的主流在哪裡 我的節目黨黨 介紹的都是非AI的強勢極有股 都是法人缺 中15大戶會買的股票 第四季的行情我會選對主流 我會用績效帶你逆轉勝 這是我給你一個承諾 這個承諾你沒有看到嗎 你沒有看到嗎 環球金我之前就告訴我們的會員 目標價至少上看這個位置 沒有改變 我提醒會員不要輕易的賣 有機會調高他的目標價 這個目標價搞不好會衝出去 所以對一檔股票的未來的走勢 我向來是有規劃的 我不是急救張 急救張是每天介紹 漲停板的股票給你的 那才是急救張 沒有意義吧 有意義 有價值的分析 是環球金打到452低接 上去之後回黨461一樣低接 兩次關鍵性的一個轉折 是誰帶給你的 這是你需要幫助的一個所在 所以整個環球金上去 50塊錢你認為不多嗎 那是你的看法 我認為還滿穩健的 對照一下大盤你就知道了 大盤 今天 拇指 十字轉折 當然有機會隨時往上走高 昨天來到波段低點 環球金是來到波段高點 誰比要搶 環球金有沒有比大盤搶 有沒有比一些弱勢的AI股票搶 中美金也是一樣 環球金母公司賺超過股本 9月27號達到155相對低檔支撐的買點 上去之後回檔157 我還是告訴你可以低接 是不是 又上去了 又回檔了五天 來到160 上禮拜一 我說差不多了 差不多要轉折向上 誰知道 AI的一個弱勢 讓環球金又多制服了幾天 是不是 制服到上禮拜四的159 因為接近前波低檔越可以買 這附近都是一個很好的 再度介入時機 不是只有這兩天而已 該給你的一個建議 不管是上禮拜一的160 還上禮拜四的159 肯定正面的分析 沒有模擬兩可 我對盤勢的規劃 各股的操作 向來不會跟你講設法的語句 假如怎麼樣才進場 假如怎麼樣才賣出嗎 那都假說了 有說等於沒說 重點的一個操作 在低檔區這三個位置 你有進場的幸福 有沒有 上禮拜四159 可不可以買 連漲兩天來到165 禮拜跟你預告 他一樣即將再創新高 今天有沒有來到170 有沒有創新高 大家都賺錢 親愛的觀眾 你看我的節目 做環球金 中美金有賺錢嗎 有賺錢的贏錢 或是打電話進來一下 給金老師鼓勵一下 至少這檔檔股票 我敢給你看白 沒有給你看白 而且第一點 我都提醒你可以低接 不是嗎 開大門走大路 明門正敗的分析師 所給你標的 黨黨符合巴菲特 價錢投資給你個股 巴菲特講過 要成為贏家 價錢投資 是你走向成功的唯一機會 這是我謹守的一個選股原則 不管任何時刻 不符合巴菲特的選股邏輯 沒有價錢投資的未來個股 我幹嘛帶你買 不需要 保瑞生技股 前半年就賺兩個股本 九年併六家 你看他基本面多強 前半年22 去年整年度才18 保瑞他不是新藥股 他不是本孟比的個股 我講了N遍了 做生技股要有數字 要有基本面的 本益比的甘利生技股 我才會帶你們買 對不對 保瑞成熟的生技股 不管是文明病的一個失智症 阿茲海默症 還是憂鬱症 他都有 這是文明的一個通病 需求當然會非常的暢旺 加上他的保健食品 讓他的業績一樣水漲船高 股價在低檔 你有發現他的投資價值嗎 這檔股票我注意他很久 從1000塊錢引入回檔修正 我什麼時候帶你買 有嗎 我就10月19號開始買保瑞 因為他低檔又止跌 是不是 所以10月19號的保瑞 買在560 時間交易都給你對過了 當時在558 560一定買得到 很好買 當天最低548 不可能我買到的 我買5816就很迷人了 就很漂亮了不是嗎 關鍵性的買點帶你進場 進場完之後 27號還加碼 575以下買進再加碼 當時574 為什麼要中壓 跌掉480幾塊錢 今年度賺 接近兩個股本 今年前半年是賺兩個股本 你認為他股價 是不是被市場上低估 他的未來投資價值 顯現會呈現什麼樣的價格 才符合市場上給予他的定位 你不知道 所以整個一個保瑞 560買 575再加碼 買進加碼 賺漲停621 要怎麼逆轉勝 要怎麼逆轉勝 用績效 唯有拿出實在的一個績效 你才有再辦法 低視器 將你之前前三季的一個 賠的過程 連本帶利討回來 所以整個保瑞 從560買完之後 然後575加碼 禮拜來到643 560 643 這不是83塊錢嗎 禮拜來到649 這樣子89塊錢 你看一下 我家的股票 比那些弱勢的AI股票強太多了 他往上定高 我讓會員一個多禮拜 賺89塊錢 你手中那些弱勢的AI股票 一個禮拜讓你賠幾% 動不動就跌停板 就往下修正 這樣一來一往真的差很多 早知道聽我的 我相信這一波的行情 你會賺得更多 因為你的風險 已經控制在一個合理範圍 做做股票 該停損該換股 這本來就是當務之急 但是很多人看太多錯誤的節目 拚命的攤評 拚命的加碼 對不對 想說有起死回生的一天 很多AI股票它是超漲的 超漲 必伴隨著超跌 我也提醒你們 有些AI股票搞不好 會跌回起漲點 深不可測 你要小心 好不好 你要小心 所以保育率的架構 今天沒什麼動 今天還抵 抵到646 怕嗎 你跟我買在560 加碼在575的 今天646 你會怕嗎 你會怕 可能是這幾天才買 然後你可能想知道 先好是你賣了嗎 我可以跟你講我沒有賣 買在低檔的怕什麼 投資價值還沒有顯現出到 一個滿足的價格 幹嘛需要賣 智勤也是生計股的 宜藏來新藥 對 歐美 東亞 東北亞都有 好不好 所以營收新高 這也是本益比的生計股 10月9號86.5 低檔支撐的買點我帶給你 10月10號 平凡附近還可以買 連續兩天都可以買智勤 買完之後會怎麼樣 會亮燈再亮燈 這是我的操作風格 難道我是看到自行漲停板的 才拿出來分享嗎 分享 分析 有待會員操作嗎 所以 真正的一個操盤 務實的一個手法 在這個回檔五天 這一天 有沒有 10月11號這一天 86.5這一天 回檔五天轉折向上 連買兩天連攻漲停 25號漲了32% 上禮拜五又亮燈來到118 漲了36% 他當然是一檔強勢的 機油股 當然不是AI的股票 所以自行一個架構 連兩天回檔 我說我還留著 我還留著 今天自行 表現如何 漲一塊 沒有很突出 但是買在低檔 漲了36% 讓他休息一下下 很正常 很合理 所以對今天的行情 我剛才有跟你帶到 這有點類似 拇指轉折向上的訊號 很有機會 畢竟整個大盤架構 已經來到5月18號 那個缺口支撐了嗎 是不是 中長線的支撐 昨天就來了嗎 來了 是不是 來了 低接什麼股票 低接什麼股票 非AI的 你剛才看到的 寶瑞 智勤 生技股 也不是AI 這一檔 九月零說 經驗度新高的 他也不是AI 回到起漲點 要進場 好不好 回到起漲點 要跟著買 碟石要人幫 手中有任何的持股 不管是不是AI的 交流器 小數AI8085 小數AI8085 或是掃描我的QR Code 有任何問題 在上面註記一下 我看到 會給予你 最專業的解答 幫你解釋 又代勞 好不好 歡迎加入清老師的一個LINE 在上面好好的留言 把你的問題 把你的壓力轉給 在下我 我幫你解決嗎 你會比較輕鬆 就這樣 再回到節目一個現場 這一檔 微影 AI伺服器的一個大廠 前半年就賺三個股本 去年賺八個股本 我說買AI 基本面型態充滿要夠強的 我才會帶你買 微影是其中一檔 大雙底一個架構 黃金右腳買點 1425那一天帶你買 10月20號很強對不對 這大雙底黃金右腳 型態強基本面強 所以整個微影 買完之後有沒有亮燈 1665 最強的AI在我家 是不是 還沒工漲停板以前 帶你上車 帶你進場 進場完之後 真的賺一根 當然1665 當天沒有賣 我是昨天 1630先賣 因為我怕這一檔 AI的指標性個股 會被其他的AI拖累下來 所以昨天先賣一趟 先賣一趟 大概賺了100多塊錢 不多 用收盤線來計算好了 10月20號1515 昨天1630 是不是賺100多塊錢 昨天的賣點 都跟你對時對價了 1630賣 賣 賣完之後收盤是1520 沒有賣 差了110塊錢 所以整個微影的架構 今天跌到1485 好像又跌下來一點點 我看好 我昨天有先調解沒有錯 打下來 這位置會跌破嗎 有沒有 那個位置會跌破嗎 買在這個位置 它可以強攻漲停 現在壓回修正 我認為這個位置 不容易跌破 所以很簡單 下來越接近那個位置 越可以低階 今天明天還是後天 不要去猜 能講給你聽的 當然會及時的 在電視上提供給你 最佳的資訊 有些個股的一個操作 我要考慮到會的一個新生 因為有些個股的一個成量 其實不太大 像這一檔引威 它是微影的子公司 每次它回檔修正 我說它的基本面都沒有改變 賺超過三個股本 明星級產品 就是全球第一個傳輸數率 高達224Gbps的 半導體測試傳輸介面 這是它的一個優勢 在AI領域 另外一個優勢 它已經先修正了300多塊錢 之前我賣在這個位置 571開始接回 600以下算我的 漲到718 分段操作賺了幾波段 這次回檔 來到605 我說不會跌破600 為什麼不會跌破600 因為它已經先修正了300多塊錢 又足出一個底部 有那麼容易跌破600嗎 當然不是絕對 不能百分之百給你承諾說 它絕對一定不會 因為難免有萬一 那個萬一可能是什麼 國際大利空等等 那個我沒辦法控制 就一個操作層面 涵蓋的一個領域 不管是型態 不管它的量價籌碼來看 它這次下來 不容易跌破600 10月18日 我們告訴你 605是一個買點進漲的一個時機 20號再給你一次機會 608 還是買點 還是買點 它沒有漲 它在低檔 我告訴你是買點 這樣的解盤 夠不夠公開更透明 有沒有上漲來到658 什麼時候要賣 10月25號有利多 當天報紙上利多 你忘記了嗎 去看一下網路的一個節目好了 好不好 網路的新聞好了 有利多 如果我不可能還帶會 買在699這個位置 608 605要買 當然這個 剩尼多我會賣 這樣不是將近80塊錢的利潤嗎 是不是 時間交易也跟你對過 低檔帶你買 高檔 當然有衣物帶你出 你只要是會員 那一天的口訊 有沒有價值連城 有沒有價值連城 689一賣完之後 就跌下來了 就跌下來了 禮拜達到643我說低點有限 今天來到625 是不是已經接近608 605了 正是我認為也不會跌破600 所以四個字送給你 要會低階 要會低階 因為基本面有改變嗎 形態上它領先很多弱勢股先修正 我為什麼告訴你 一些AI股票要避開 因為很多的AI股票 它還在這個位置 它還沒修正滿足 所以我不會輕易的告訴你 去低階去攤平 因為那只會害了你 對你資產來講 操作結果一定是負面的 你一定是連環套 越套越深 越套越深的結果 就是一發不可收拾 那個一拜圖對 那個績效很難挽回 所以為什麼在前兩個禮拜 我要開放AI的持股診斷 因為太重要了 那是個關鍵性的時刻 你只要兩個禮拜之前 那些AI股票跟我高檔 再賣出去的 不管是轉進環球金 總美金或是智勤 或是保銳 之前賠得 至少有回來好幾成了吧 你繼續對照一下 是不是 所以銀威為什麼 第一檔可以買 因為他已經修正了 領先修正足底了 資深不是因為電力越高嗎 基本面沒有改變 要買就是買這種AI的個股 你知道嗎 這檔細創 面板驅動IC 為什麼禮拜一 二七二那一天可以買 賺三個股本 面板價格有沒有止疊 你去查一下資料 是不是 接下來 技術型態的碗型底 我看到了 我看到我跟你講 昨天它有沒有跌 昨天台股殺 它來到長線支撐 盤中跌超過150點 細創沒有跌 為什麼沒有跌 為什麼沒有跌 市場上矚目的焦點 多在我家的股票 你忘記了嗎 是不是 環球金 中美金來到波段新高 資金 保銳往上走高 市場上的資金有撤出嗎 市場上的資金跟你一樣 就一套資金 一套資金要懂得重壓 重壓在強勢肌股股身上 所以整個細創的一個架構 昨天沒有跌 今天表現當然也不錯 已經來到291的短波高 從禮拜一的第一檔的272 到今天291 你認為金老師有沒有能力 帶你反敗為勝 第四季的行情 非常的一個決戰 選對主流可以逆轉勝 金老師會幫你選對強勢主流 用績效帶你逆轉勝 不曉得如何操作了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從明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對時對價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不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